前北辰議員 各位主席,局長,關於盡快恢復和內地通關 我知道內地最關注就是我們一個缺免的名單 那天我問陳肇指局長為什麼這麼多人缺免 他就說其實他都不知道,因為不是他部門管 我知道Nichole Kipman那件事是你管的 那個過了,我今天不想再提 我都相信以後應該不會有這樣的事 但是還有很多其他的缺免,可能商務,各方面 甚至乎比如說領事,香港有百多個領事 每個領事到底缺免了多少人呢? 如果一個正一個副的… 田北辰議員請你根據這條題目去提出 我就想問一下局長 缺免領事那裡是否可以減少人數 政府會不會,至少你的局 你今天來代表政府 就算你的局本身,我相信這個缺免名單 政府準備不準備收窄這個缺免名單 至少領事,最多就是一個領事給他兩三個quot 不是十幾二十個,會不會呢? 田議員問的問題是跟這個問題是完全是沒有什麼必要關係 不是不是,跟內地通關是跟我們的缺免名單有關的 議員問的普通質詢一定要跟主體那個問題是相關的 局長你有沒有補充 主席多謝你們的裁舉 不過我想借這個機會就大家關心的問題 或者我補充一些資料 田議員的問題,我想借這個機會解釋 就是大家其實都知道的 按照法例,599C和599E裡面 是對於檢疫等等有一個安排 亦都在法律裡面提供一個我們叫做豁免 就是額外的情況 這個豁免的權力是給政務司司長的 政務司司長可以按照599C,即就住內地 599E就住對外那裏能夠作出這些豁免 通常那個做法都是由不同的政策局 就住它自己的範圍提出 但是這個過程都必然會是 首先,如果我們收到這樣的申請 我們必然都要考慮 就是對於在我的政策範圍裡面 我們是不是先支持它 跟香港,比如看我來說 跟經濟、商業貿易有沒有關係 第二,亦都考慮到 從我們的角度都看 有沒有一些額外的條件是要加下去 令到它來的時候是不會影響那個疫情 然後做了這個我們自己的初步政策的看法之後 我們都會透過經過衛生當局 他都要從他衛生的角度去考慮 就是這個個案 還有在這個考慮裡面 需不需要就著它提出的那些條件 例如怎樣加強那個檢測 或者在所有的條件裡面 涉及一些額外的防疫的做法 是不是合適 是不是符合那個防疫的案法 然後才會去到政務司司長那裡 作出一個決定 那麼每一個個個案可能都有不同 那麼以往在這個法例裡面也都有一些 就是 某一些類別的 整體的 豁免的 例如大家都說了很多次 譬如說貨運裡面 跨境的司機 航空物流等等也都有 所以也都有個別的情況 很特殊的時候 這個是整體的情況 也大家都知道 每一個個案其實都有它自己的情況 也都是就著不同的防疫的環境 譬如舉個例 就是有些地方以往可能是一個低風險區 如果今天轉了一個高風險區 可能同一個個案可能處理都不同 又或者是有些特殊的情況 它有些額外的情況 可以令到那個防疫功夫做得比較安穩一些的時候 會不會可以增強它那個個個案的考慮呢 但是整體上來說 大家都知道了 政府整體來說 是就著那個防疫措施 是沒有放鬆過我們的工作 我們仍然都是按住外防輸入內防擴散 還有尤其是現在和內地討論及早通關的時候 我們都會加緊這方面的做法 謝謝 沒有 沒有開到 對不起 有沒有事嗎 現在 沒有了 OK 局長 政府經常說 內需是會為港商帶來很多機會的 即是局長也重複說 香港特區政府透過 貿易發展局等等 就會在國內做很多推廣的活動 但是 講來講去 我們香港的商界人士 不可以進去裡面做真真正正的接觸 是很大的障礙來的 現在香港的接種率已經是超過六成五 快七成了 指日可待 你剛才說 你剛才也重複說 內地通關始終是頭等大事 既然也要和內地對接聯防聯控 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快快快快快快和內地的系統 正正式式 整個兩地都通用的健康碼呢 其實有些事情做得快 為什麼這件事做得慢呢 早前 英國要求入境呢 我們要出生日期和疫苗的接種紀錄 林議員 你們很快就去做到了 你們的問題是和現在的主體不同的 請你快點提出 我只是說 為什麼那些事情做得那麼快 這些事情做得那麼慢呢 我們現在不做這些事情 我們就拿不到這個機遇的了 那可不可以 局長答一答我們 我們要利用這個機遇 我們可以真的利用到的 為什麼不可以快快快去做這個健康碼呢 多謝主席 局長 這個林健鋒議員的問題 和主體的問題是不符合 不過你有沒有補充呢 主席 其實昨天在工商事務委員會 我另外兩位同事 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 和創新科技局長 就著剛才林議員的問題 在回答很多議員的時候都包括了 其實就是他可以參考的情況 但是總體來說 好像我在回答邵議員的第一部分裡面 政府是認真處理的 也都政務司司長 也都聯同相關的部門、專家 和內地的官員去對接 目的跟林議員所提到的一樣 都希望盡早能夠 兩方面能夠配合及早通關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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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會把內地相關的部門商量過 是不是可以 如果問了,上面說不行,那就沒辦法了 但如果連問都沒問,只不過是個人政府的主觀意願的話 我就覺得有些問題,為什麼不問呢? 如果問了,可能可以呢?如果可以的時候,我們再考慮其他因素 現在事實上,我就想問局長,有沒有問過 或者這個問題與商經局的事是內地經濟事務局的事 請問局長,請問局長 我剛才在主題答案和回覆議員時候所提出的考慮 所以我們會考慮各種情況之下,才會就這問題 作出一個特區政府的建議 然後才會考慮去不去跟內地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下次見